哈喽大家好 欢迎大家收听长春藤解析英语 我是Wesley 今天是2月1日 我们来看一篇有趣的文章 那这个文章呢 顺便它是一个文艺选田 所以呢我们等一下看看怎么解决 好那我们来看看这个文章 先看它的标题叫做 Uka the flying dog 飞天狗狗冒险去 Uka就是这一只狗的名字 那我们来看看 这个是个文艺选田 文艺选田呢 我们当然就先看一下 它给我们的字 把它的意思跟它的词性 尽量把它标出来 A选项呢 Attempt 这个可能是名词 也可能是动词 就是尝试的意思 然后呢 Be criticized 我们就写VED 就是批评或者是被批评 C hang 动词悬挂 D flights 名词飞行 尤其是它又加了一个S 那大概就是个名词用法了 然后呢 我们看E 这个选项呢 Comfortable A 就是adjective的意思 我们就写个A 就是形容词 舒适的 F Personal 也是个形容词 我们写个A 个人的 私人的 G heights 名词高度 H Adopted VED 被收养 或者是收养 I Improvement 名词改善 或者是进步 J Presence 名词存在 好 那看到presence 这个字呢 各位背的时候 其实可以顺便背 它很常见的一个用法 就是in someone's presence 就是在某人的面前 看完这些字之后呢 我们来看一看这个文章 一句一句来看 好 所以我们看到 一开始它说 Some dog owners like to take their pets with them wherever they go Some 有一些dog owners 就是狗的主人 有一些狗狗的主人呢 like to 喜欢 take their pets with them 就是带着他们的宠物 跟着他们 with them 也就是带着宠物 一起 wherever they go 无论他们去哪里 好 这是第一句 我们看下一句 他说 A French filmmaker named Shams However has taken this concept to a whole new level 好 那有一位 法国的filmmaker 原来他是指 电影制片者 producer 那通常 所谓的电影的producer 其实就是 初前拍电影的人 好 但是呢 这个字的意思 也可以是 someone who make films 所以也可以是导演的意思 所以可能是导演 可能是制片者 named 什么什么 就是名为什么什么 所以一个普通名词 后面加一个named 如何如何 就是说 一位名叫 这个的 这样的一个普通名词 那named 名叫 那这个字呢 其实我不太知道怎么念 我在网络上查了一下 有人念shams 有人念shams 都有 那我们就取其中一个 shams 那这一位导演呢 However 然而这位导演 那has 他怎么样呢 那我们底下 这里有一个很重要的 一个语块 大家把它画起来 take something to a whole new level 就是把某个东西 带到一个 全新的层次 level 就是一个层次 所以在这里呢 Taken this concept to a whole new level 就是把这个概念 带到一个 全新的层次 也就是 他玩的层次 跟别人完全不一样 有了一个 新的层次 带到一个 新的境界 我们再看下一句 他说 In just six weeks he trained his pet Samoyed to fly with him on a paraglider 所以 In just six weeks 短短六周之内 他就train 训练了 他的pet 在这里 pet 是一个形容词 他的 当代宠物的 他很喜欢的 那么是一只怎么样呢 这个 Samoyed Samoyed 其实就我们讲的 这个 萨摩野犬 那这个字 好像 他原本 应该是念 Samoyed 但是美国人 很多人把它念的 Samoyed 所以都可以 那他带着他的 很宠爱的这只 这个萨摩野犬呢 干嘛 to fly with him 跟他一起飞行 怎么样飞呢 是on a paraglider paraglider 就是 飞行伞 所以他训练 他的狗 短短六周之内 他就训练 他的狗 然后呢 就带着他的狗 一起在 飞行伞 飞行 好我们看下一句 他说 He has since taken multiple blank with his large dog Uka 那各位看到 since在这里 要小心 这个since 不是我们常见的 连接词 我们常常讲说 这个since 什么什么时候开始 就表示 从那时候开始 那那个since 是连接词 或者是介细词 但是呢 在这里呢 这个since 它是副词 它的意思就是 since that time 或者是 from then till now 就从那个时候开始 所以他从那个时候开始 也就是从他训练 他的狗 跟他一起 飞行伞 之后开始呢 他已经怎么样呢 taken 动词 然后呢 后面 multiple 是形容词 就是many 很多 或者more than one 的意思 那后面一个空格 空格后面呢 是一个 借词片语 with his large dog 跟着他的 或者是带着他的 这一只大大的狗 因为这个沙漠野犬 蛮大只的 好 所以呢 我们可以判断 在一 这个空格 应该是个名词 因为这个名词 应该是take的授词 而且呢 它被multiple 修饰 然后后面再加上一个 附加的一个 借词片语 with his large dog 所以我们具体下 找名词 那这个地方 跟飞行有关 所以我们如果去 找名词的话 很快我们可以 找到flights 那英文里面的 take flights 或者take flight 就是进行 飞行的意思 所以这个 就是正确答案 所以这句话 就是说 从那时候开始呢 他已经进行了 很多次的飞行 他已经飞了 很多次了 那跟着他的 这只大大的狗 龙卫宇 告诉你 这只狗的名字 叫做乌卡 我们看下面一句 他说 they have even become somewhat of a sensation on Instagram 那他们 they have even become 他们甚至已经成为了 somewhat of 这个片语 大家注意一下 somewhat of 这个片语呢 is often used to make a statement or a description less forceful or less definite 所以 somewhat of 常常是用来 减弱一个叙述的 或者一个描述的语气 让他语气不要那么强 那翻成中文 大概可以翻译成为 多多少少 所以呢 他们已经 多多少少 已经成为了一个 sensation sensation 就是轰动的意思 那他其实 通常是指 某个人 或某个事情 that causes a lot of excitement and interest 所以是造成轰动的事情 或者本身 中文有的时候 也可以用轰动来表达 好 所以他们已经在 Instagram 在Instagram上面 在IG上面呢 已经成为了 多多少少 已经成为了一件 很轰动的事情 所以他们已经 在IG上面 相当的轰动了 好 我们看下一段 他说 Sharms claims that the idea of going paragliding with Uka first occurred to him when he noticed that the dog did not seem afraid of blank when they went hiking 那所以呢 Sharms claims that 他宣称 the idea of something 就这个东西的概念 或者这个想法 什么东西的想法呢 going paragliding with Uka 就带着Uka 去这个飞行展 这样的一个想法 怎么样呢 first occurred to him 第一次 让他想到 所以我们常常 英文里面常常讲说 an idea accured to someone 就是他通常讲 突然 或者他想到了 这个想法 所以他第一次想到 要带着Uka 去飞行展 这样的一个想法 的第一次 是什么时候呢 是 when he noticed that 当他注意到 the dog 就是他的 这只宠物狗 did not seem 似乎不像 似乎不是 不会 怎么样呢 afraid of 好像不会 害怕 什么东西 然后呢 when they went hiking 当他们去 践行 去爬山的时候 我们常常讲说 例如说 我们去爬阳明山 那个不是真的 去登山 你爬阳明山 除非你要去 大家没有走过的地方 不然的话 通常 你穿着轻便的鞋子 穿着轻便的衣服 就可以了 不需要全身的 登山装备 那就是hiking 所以当他们去爬山 去践行的时候 去山上践行的时候 他发现他的狗 好像不会怕 什么东西 那afraid of of 这个借词 那后面 when they went hiking 是一个完整的词句 所以afraid of 后面一定是一个名词 那这个地方 我们想到 他们飞飞行伞 那狗 其实一般 我们会想到 狗应该是会怕什么 怕高 巨高 那英文就是 afraid of heights 所以第二个空格 我们就点g 这个是heights 是名词 好 所以他们爬山的时候 他发现他的狗 好像不会巨高 我们再看下一句 in the mountains Uka would walk right up to the edge of tall cliffs and peer over 所以在爬山的时候呢 Uka would 就表示 他之前常常会这样做 他常常会怎么样呢 would walk right up to the edge of tall cliffs 好 所以他会直接 right 就是直接 directly up 就是往上 他会直接往上走 走到怎么样 the edge of 就是什么的边缘 什么的边缘呢 the edge of tall cliffs 高耸的悬崖 cliffs 所以他不会怕高 然后呢 而且他还会peer over 还会伸出头 往外看 往下看 peer over 那这个peer 这个字呢 通常是盯着看 或者钻住底看 所以他完全不会怕高 他还会伸出头去看看 不错不错 风景不错 那大多数的狗 已经吓得脚都软了 他不会 所以他的主人就发现 这只狗 有天分哦 好 我们再看下一句 他说 Shamps then gradually got Uka used to his paraglider by playing around with it in the dog's blank 所以呢 Shamps 接着 gradually 就是逐渐的 那 got someone used to something 就是让这个人 慢慢地习惯什么东西 或者让这个人习惯于什么 所以这里 got Uka 就是他让 Uka 他的狗狗呢 used to got him used to 就是让他的狗狗习惯 his paraglider 习惯 他的飞行伞 那他怎么做呢 by 就是透过这样的手段 让他习惯 透过什么手段呢 透过 playing around with it 那个it 就是飞行伞 所以呢 他就玩 在这个飞行伞 附近玩爪 就摸摸这个飞行伞 这个坐在飞行伞 等等的 那他 playing around with it 状态 他的副词 是怎么样呢 后面一个副词片语 告诉你 是in the dogs 什么东西 那dogs是所有格 所以第三个空格 一定是个名词 那in什么什么 在后面再一个名词 那我们刚刚在看的时候 其实已经想到 有一个字 他经常的用法就是 in someone's presence 就是在他的面前 那在这里呢 我们就选presence 很好 就是在狗的面前 玩那个飞行伞 那这样狗就习惯了 他就知道说 这个飞行伞 不是什么怪物 是主人常常在一起的东西 好 我们看一下一句 他说 he then had a special harness made for Uka that would enable the animal to blank between his legs 他接着就 have something made 就是做这个东西 那通常不是自己做 所以那个made是被动 所以也就是找人做的 也是做出一个东西来 好 所以他这里 找人做出一个什么东西来 he had a special harness made 他找人做了一个 特制的 special的一个 harness harness就是细带 或者是固定的绑带 那在这里 对是安全带的东西 就绑住这只狗 那所以他找人 做了一个特制的细带 for Uka 喂他的狗 特别做了一个 那这个细带呢 that就是指 the special harness 这个special harness would 他可以做到什么事情呢 他可以 enable the animal to什么 enable someone to do something 就让这个人 得以如何 那在这里 我们是拟人话 就让这个动物 得以如何呢 得以 空格来了 然后呢 后面是between his legs 在他的两脚之间 那我们可以看到 enable the animal to 那后面这个 一定是个动词 因为enable someone to do something 一定是个动词 所以我们找一个动词 然后呢 再从语义上面来看 应该是挂的意思 所以他做了一个细带 使得他的动物 the animal 就是指他的狗 使他的狗 可以挂在 他的脚中间 hang 这是我们的正确答案 好 我们再看下一句 after practicing running with the dog between his legs sham successfully took to the air with Uka on his first blank 所以在practicing after practicing practicing要加ing 是因为在after后面 然后呢 running要加ing 是因为是practice的后面 you practice doing something 好 所以呢 在他练习跑步 那跑步的时候的状态是怎么样呢 覆水状况是怎么样呢 是with the dog between his legs 就是狗 在他两脚之间 然后他跑步 那个这应该是 要玩飞行伞 通常要需要助跑 那他带着狗跑的话 他助跑的时候 就必须那个狗 他大概是夹在两腿中间 所以他要练习一下 不然可能会被狗绊倒 会踢到那个狗啊 等等的 所以他练习了一下子之后呢 他就 shams就successfully 成功地took to the air took to the air 就是began to fly的意思 他就升空了 可以飞行了 而且是with uka 带着他的狗 开始飞行了 而且是怎么样 他成功地做到这件事情 是on his first 什么东西 好 那在他的第一次 first 是个形容词 所以第五个空格 我们显然需要一个名词 然后呢 我们再看意义 发现 这应该是attempt 好 所以他就飞行了 而且是 第一次 on his first attempt 就是首次尝试 就成功了 我们看下一段 According to Shams Uka had been abandoned twice by its former owners and was in a poor state of health when it was blank According to Shams 根据他所说的 Uka had been 曾经被 这是在过去的过去 曾经被 abandoned 被抛弃 被遗弃 twice 而且被抛弃两次 by 由谁抛弃呢 由他的 former owners 他之前的主人 former就是之前的 然后呢 and was in a poor state of health 就是他的健康状况 不佳 when it was 当他被 怎么样 好 那was后面呢 一定要嘛 就是被动式 或者是当然 也有可能是ving 也有可能是ved 那或者是 他后面可能接个补语 用一个名词 用一个形容词 但在这里呢 我们看 这个狗 当他被 怎么样的时候 好像是比较通的 那我们选一下 有一个ved 很合适 adopted 被收养 所以这只狗 是要收养来的 那之前这只狗 曾经被主人 这个抛弃过两次 我们再看下一句 他说 shams admits that he was not in a very good state himself when he got the dog 好 那shams 他也承认 admits 他呢 怎么样 he was not in a very good state 就是他的状况 也不是很好 he was not in a very good state himself 就是他自己 所以他承认 他自己状况 也不是很好 when he got the dog 当他得到这只狗 当他领养这只狗的时候 他自己的状况 也不是很好 那当然要说明一下 怎么样不好呢 下一句他就说 he had not been working due to the COVID-19 pandemic and had been suffering from depression due to some blank issues 所以he had not been working 这是过去完成进行事 所以那段期间呢 他没有工作 due to 原因是什么呢 因为什么而没有工作呢 因为the COVID-19 pandemic 因为这个COVID-19的 这个大流行 这个疫情 然后呢 and had been suffering from depression 那也怎么样呢 to suffer from depression 就是有忧郁症 那字面上的意思是 受忧郁之苦 其实就是有忧郁症 所以他那个时候呢 因为有一段时间 没有工作了 那可能关在家里面 所以他也有一点忧郁症 depression就是忧郁症 或者忧郁 那为什么会有忧郁呢 除了刚刚讲的之外呢 后面讲了一个明确的原因 due to又是原因 所以因为怎么样 一些some是限定词 空格后面的issues是名词 所以第七个空格 一定是形容词 来形容这个名词 那我们可以看到 找到很快 f personal 所以是some personal issues 这是英文常见的一个语块 也就是一些个人的问题 那issues通常就是 不容易解决 蛮复杂的问题 好我们再看下一句 things have since changed for both of them 那这个since也是副词 从那个之后呢 things have changed 就是事情已经变了 也就是一切都不同了 事情已经改变了 而且是for both of them 他们两人对狗来讲 一切都已经不同了 我们再看下一句 他说 shams owes the blank to living in nature and enjoying an adventurous lifestyle 好那我们可以看到 shams的ows oh那这里呢 我们看到ows 后面一个the 再加一个东西 空格 然后呢 后面一个to 所以我们就想到 oh a to be 就是将a归功于b 那a也就是原因 所以我们讲 ohs a to be 通常我们就可以理解成为 to see b as a result of a 所以我们觉得b是a的结果 那所以呢 这个地方 他认为这个结果 要归因于什么呢 那the再加一个空格 就是这个结果 所以显然我们这也需要一个名词 好那我们找一下名词 the improvements 因为他讲things have changed 所以事情改善了 改进了 所以the improvements 很合 所以他把这些进步 归功于两件事情 第一件事情 living in nature 就是生活在大自然里面 第二件事情呢 是enjoying an adventurous lifestyle adventurous就是充满冒险的 所以他在大自然之中生活 而且他享受一个 充满冒险的 lifestyle生活方式 所以一切都有改善的 好我们来看最后一段 他说 while Shams is convinced that Uka enjoys flying together others are not so sure while 一方面呢 Shams 他怎么样呢 is convinced that 就是他深信 坚信 他坚信呢 Uka enjoys 很喜欢 flying together 他们在一起飞 他坚信Uka很喜欢 但是呢 others就是其他人 others are not so sure 其他人就没他那么确定了 好我们再看下一句 他说 animal rights groups have blank Shams actions for not being in Uka's best interest animal rights 就是动物权力的 这些团体 就动保团体 保护动物权益的这些groups 团体 have怎么样 然后呢 Shams actions 显然 have一定是个主动词 因为如果是有什么的话 后面那个shams action 应该是他的售词 可是不对 中间还有一个字 所以have应该是主动词 那后面当然就是 应该要加个VED 那我们找一下VED 还剩一个就是criticized 那很合 就是这些动物保护团体 动保团体呢 他们keeping criticized shams actions 批评他的行为 actions for就表示他们批评的原因 为什么批评他呢 认为这个 他做的事情怎么样呢 是not being in Uka's best interest 好 所以not being in someone's best interest 就是并不符合 某人的最佳利益 也就是说 对某人来讲 不是最好的 那在这里当然就指 对这只狗来讲 他们认为 这不是最好的 好 我们再看下一句 Britain's royal society for the prevention of cruelty to animals for example has stated that dogs should not be taken paragliding no matter how blank they may seem with the experience 所以这个 英国的 皇家防止虐待动物协会 举例来讲 has stated that 他们表示 他们说了 说 狗 一般的狗 dogs should not be taken paragliding 他们不应该被 带去 玩飞行骰 no matter how 怎么样 无论他们是 如何的 怎么样 they may seem 就是无论他们 看起来是 如何的怎么样 那各位可以注意到 这个第十个空格 其实是那个seam的补语 然后用how 来强调它 所以这个地方 我们看这里 既然是补语 通常是个名词 或形容词 在这里 我们剩一个形容词 放进去 非常合适 就是comfortable no matter how comfortable they may seem 就无论 他们看起来 是多么的舒适 with the experience 就是指乘坐 飞行伞的经验 叫做experience 所以这只狗 无论它看起来 对于乘坐 飞行伞 这样的一个经验 无论它看起来 是多么的comfortable 好 那注意一下 这comfortable 通常我们讲 舒服 或者舒适 但是呢 如果我们讲 心里面的comfortable 或者是身体 上面的comfortable 那这个时候 它的重点 就不在于舒适 这个地方 这个comfortable 其实它的重点是 它不会紧张 不会焦虑 它非常的放松 relaxed 所以这只狗 无论它看起来 它在玩飞行伞的时候 这只狗看起来 多么的relaxed 多么的comfortable 仍然是不应该 把它带去飞飞行伞 好 我们看文章最后一句 它说 If you're thinking of taking your dog into the air think twice before you jump off that hill 所以呢 如果你正在想 If you're thinking of something doing something If you're thinking of doing something 就你如果正在想说 我要不要做这件事情呢 所以在这里 你如果正好在想 正在想说 我要不要把我的狗 带到天上去呢 就带它去飞一飞呢 要不要跟它学 跟这个shams一样 把我的狗练一练 看它们能飞飞行伞的话 你如果在想这件事情的话 那我们的中固 就是劝你 think twice 就是再考虑一下 你要三思而后行 你要再考虑一下 think twice before you jump off that hill 在你跳出 那个小山之前 也就是你要跳出去 飞行伞 最后你这个助跑完之后 你要飞出去 要跳的时候 之前 你要先想一想 因为狗 无论它看起来 多么的舒服 多么的放松 其实还是不应该 带它去玩飞行伞的 因为你其实不知道 那个狗狗 它自己内心的 真正的感受 说不定那狗狗 只是装裤而已 说不定那个心脏 已经跳得快要不行了 好 所以呢 这是文章 最后给你的中固 所以虽然我们知道 shams他做了这样的事情 不表示每个人都要做 好 那我们今天这篇文章 就讲解到这里为止 非常感谢各位的收听 我们下回再会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